乡下女孩带着妹妹来城里给人家当保姆 虽然工资不高 但起码解决了他们的吃住问题 几个月前 父亲被债主抓住 为了不连累孩子 他让两个女儿来首尔等着自己 可接连几个月 姐妹俩都等不到父亲的消息 这天 世京再次接到陌生男人的电话 男人三番五次的说他就是世京的父亲 连续被骚扰几天 世京实在不耐烦了 还生气的把对方狠狠教训了一顿 没想到这晚 父亲要跟朋友到外地打工 正好路过首尔 虽然不知道女儿在哪 但他非常想见点孩子 之前他跟女儿约好在南山台见面 于是父亲第一站便来到了南山台 可女儿已经来了三个月 又怎么可能在这里等着 于是第二天 他又再次来到南山台 查看女儿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就这样连续找了几个小时 父亲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他满脸失望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名字 世京啊 爸爸呀 看到不久前女儿在这里留下的联系方式 父亲别提有多开心 接着便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 给女儿打去电话 没想到世京的手机 竟然被海力拿在手里 海力挂断后 世京就过来找手机 原来手机是舅舅送给世京的 海力知道后 说什么都不肯给世京用 这边父亲不断地给女儿打电话 可海力就是不肯给他 就在世京来抢手机时 海力竟直接扔到了地上 就这样手机被摔坏后 父亲再也打不通了 很快就到了父亲要离开首尔的时间 没办法父亲只能打电话给两个孩子留言 此刻已经到了凌晨12点 舅舅因为要去参加葬礼 只能来找西装 没想到却惊醒了熟睡中的世京 舅舅一直没能打通世京的手机 所以才自己来找 世京说自己的手机坏了 想明天去维修一下 舅舅拿起手机发现只是电池没安好 调整一下就打开了手机 当世京接过手机 就听到有人给他留言 世京做梦都没想到 留言的竟然是父亲 还不等听完留言 世京立刻叫醒妹妹 搭往南山台 可四处寻找了一圈 都没看到父亲的身影 就在姐妹俩最绝望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分别几个月的父女三人终于见面 父亲想在最后的时间遵守约定 带女儿吃一碗炸酱面 只可惜这个时间没有一家开门的 最后只能带着女儿 在便利店吃了一碗泡面 父亲不断地看着时间 世京猜到父亲一定要走了 为了生活 父亲只能去很远的地方赚钱 离开前 父女三人拍了好多照片 眼看到了火车要启动的时间 父亲必须走了 他说要跟心爱像以前那样 蛮捉迷藏的游戏 心爱告诉爸爸 千万不要藏得太远 就这样嘱咐好女儿后 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路上父亲突然在兜里 发现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 发现是女儿攒下的钱 还有几行字 同一时间女儿也发现 爸爸偷偷塞进自己包里的钱 70岁的大爷 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可万万没想到 秘书买来的礼物 竟然是一套性感内衣 紫玉趁顺才去卫生间的时候 偷偷看了一眼 还说尺码应该很适合自己 听到紫玉说到尺码 顺才猜到秘书买的 一定是件衣服 于是想让紫玉 现在就换上给自己看看 紫玉没想到 顺才竟然是一个老变态 怎么能让自己穿着内衣出来呢 见紫玉气得起身就要离开 顺才这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 好说歹说 最后总算是把紫玉哄了回来 其实紫玉并不是想让她 给自己买什么贵重的礼物 哪怕折一只纸鹤 自己也会很感动 为了红紫玉开心 顺才谎称 最近一直在折纸鹤 话刚说出口 顺才就意识到自己一定是疯了 连折纸都不会怎么能说折了五千只呢 见紫玉吓了一跳 顺才又说实际自己的目标是一万只 还说按现在的速度 应该一个月就能完成 懒了这么大的活 这下可把顺才筹坏了 笨手蹦脚的她半个小时才折好一只 弄了一个晚上连二十只都没折完 因为整晚没睡觉 就连第二天的早会都耽误了 甚至还差点被女儿当场逮到 可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为了不耽误进度 顺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女婿 怕被女儿发现 还把她藏在地下的仓库 没有耐心的宝石三个小时只折好六只 这么下去一万只就算一年也折不完 可老丈人为了给紫玉惊喜 命令她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个月内必须折完 宝石灵机一动 本想花钱雇人帮忙 没想到打电话时 郑巧被家教郑英听到 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郑英怎么可能错过 就这样宝石付了一百万现金 总算是脱身了 可一万只哪有想得那么容易 郑英只折了一个小时 就开始腰酸背痛 于是她决定找光珠兄妹俩来帮忙 折了两个小时三个人就累得不行了 妹妹觉得再这么下去 肯定会变成斗鸡眼 随后光珠又打电话找到朱立安 接着朱立安又找来她的外国朋友 朋友觉得要是给钱 她也可以帮忙介绍 那样能折得更快一点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都已经联系到了工厂 估计这一百万不够不说 弄不好郑英 连半年的补课费都得搭进去了 男人本以为入赘到有钱人家 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天生愚笨的 她经常被妻子和老丈人教训 其实老丈人把她提拔成公司副总 就是希望能帮自己好好进一公司 可不争气的女婿压根 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不是赔钱就是给公司捅娄子 气得老丈人 恨不得打死这个没用的东西 宝石因为经常承受巨大的压力 导致疲劳性胃炎经常发作 医生说这种并没有什么特效药 想要尽快缓解 就是不要把内心的不满憋在心里 生气时就想办法进行发泄 想大声反驳的时候 就尽情去反驳 回去的路上 宝石一直回想着医生的嘱咐 为了验证一下效果 宝石决定找茬教训一下金斯基 就这样宝石像机关枪一样 对着金斯基开始扫射 没想到发泄过后的宝石 突然觉得自己的胃瞬间不疼了 不成想刚回到公司 就发现老丈人正在给他收拾烂摊子 被臭骂了一顿的宝石 刚缓解的胃又开始疼了 不过给他十个胆 宝石也不敢反驳 没办法只能继续找金斯基进行发泄 可怜的金斯基又被宝石狠狠臭骂了一顿 就这样反反复复被骂了一整天的金斯基实在受不了了 金斯基气得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他实在搞不懂宝石为什么处处针对自己 最近因为家里的事 金斯基的心情特别不好 被骂了一整天的他 这一刻简直就快疯了 今天他必须要跟宝石好好较量一下 拼个你死我活 这下可把宝石吓坏了 为了保住这条性命 宝石赶紧将车门紧锁 金斯基发疯的样子 差点把宝石的活都要吓丢了 因为受到了巨大惊吓 宝石的胃就像一万只蚂蚁在拼命撕咬 经过一番解释后 金斯基总算是知道了原因 金斯基低头向副社长真诚道歉 可宝石知道其实是自己太过分了 无论金斯基说什么 宝石都赶紧点头答应 本想着能找个人发泄情绪 最后弄得宝石 连看到金斯基都开始恐惧了 这天顺才让女婿给客户转账20万 结果女婿多按一个零 给人家转了200万 老丈人已经培养女婿15年 可从头到尾 他却没有一件事能办好的 气得老丈人恨不得打死这个争气的家伙 宝石穿着睡衣走在大街上 吓得不敢回家 没想到自己最狼狈的一幕 竟然被朱立安碰到 就这样宝石跟随朱立安来到了紫玉家 宝石这么晚过来 大家都非常惊讶 紫玉也热情地将她请到客厅里喝茶 在紫玉的询问下 宝石只好说出原因 同时也希望紫玉能收留自己一晚 紫玉很热情地收留了宝石 院子里的租户也对宝石的印象非常好 另一边家里的顺财主妇保姆 一定要把大门看好 绝对不能让那个家伙偷偷跑回来 不成想宝石竟然会藏在顺财的女友家 没有家里人看着 宝石终于可以在深夜里看恐怖片 胆小的宝石被吓得滋蛙乱叫 弄得紫玉直到凌晨三点还没睡觉 第二天宝石看到朱立安跟光珠正在玩推手游戏 天生爱玩的她 偏要跟朱立安玩上一局 可宝石又怎么能玩过身体强壮的朱立安呢 本来朱立安还着急上班 她却偏偏不服气缠任人家跟着玩 朱立安故意输给她想结束游戏 宝石不服气还跟人家发起脾气 就这样才住了一个晚上 宝石就得罪了两个人 下午宝石肚子疼着急上厕所 却不知光珠的妹妹正在里面洗澡 早上朱立安教过她 要是厕所门打不开就用电话卡 没想到接下来却看到了如此尴尬的领目 就这样宝石又得罪了光珠兄妹俩 最后只剩下郑英和家里的狗 晚上宝石跟郑英一起打牌 本来数字就弄不明白 还总是觉得郑英算得不对 连续算了一个小时 就连旁边的朱立安都受不了了 朱立安给他们算了一遍后 宝石还是不肯相信 甚至还要拿计算器重新计算 此刻的郑英被折磨得简直就快疯了 最后一家人被吓得全都开始躲着宝石 无聊的她只能找狗狗一起玩 本来狗狗正在睡觉 她却抱着人家开始摔跤 最后就连狗狗都对她烦得不得了 实在没办法 大家只能把宝石的下落告诉了顺材 很快老丈人就找到这里 听到老丈人的声音 宝石吓得赶紧躲进衣柜 还嘱咐大家千万不要说 本以为大家都很喜欢自己 不成想老丈人的手已经伸向了她 学校要举办校园亲子运动会 可海莉的父母都没有时间 得知爸爸妈妈都不能参加运动会 海莉当场就耍起赖皮 饭后海莉好奇地询问心爱 谁跟她一起去参加运动会 得知姐姐陪她 海莉忍不住哈哈大笑 嘲笑像她这种乡下来的孩子 跟保姆搭档可真是绝配 可海莉万万没想到 舅舅在运动会这天突然有了急事 海莉被气地躺在地上 哇哇大哭 骂舅舅简直就是个大坏蛋 爷爷也忍不住埋怨 既然有事为什么不能早点说 这边心爱刚出门就看到朱立安叔叔 原来朱立安听说心爱学校 要举办亲子运动会 于是便早早过来 准备陪心爱一起去 见心爱有这么帅气的叔叔 陪着海莉这下更生气了 运动会上老师准备了很多奖品 看到这么多漂亮的笔记本 大家真是喜欢的不得了 海莉更是抱住所有奖品 自信地以为这些东西 一会儿就能全部变成自己的 看到同学们都围在朱立安身边 海莉非常生气 而顺才凑到孩子面前 孩子们却一脸嫌弃 很快第一轮吃饼干的游戏正式开始 大家两组都以同样的速度吃掉 挂在绳子上的饼干 最后一组轮到了顺才和朱立安 别看顺才年龄大跑的倒是挺快 本以为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可惜顺才个子太矮 竟然够不着上面的饼干 而朱立安毫不费力 直接把饼干吃到嘴里 顺才气得直接把饼干拽了下来 很快就到了第二轮的接力比赛 为了不让海莉失望 顺才答应这次一定要努力得第一名 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70多岁的顺才怎么可能跑得过年轻人 不过因为前面队员跑得快 顺才还是把最后一名的朱立安落下很远 情急之下 朱立安直接扛起心爱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前面 很快朱立安就超过了即将冲刺的顺才 得了第一名 因为顺才给大家拖后腿 跟他一组的家长都非常失望 海莉也生气的埋怨爷爷 害得自己一件奖品都没得到 看到心爱得了一大堆奖品 海莉非常嫉妒 爷爷答应这次一定会帮她得到奖品 刚上台 顺才就祈求朱立安能能让着自己 心爱已经得了一大堆笔记本 她特别想让海莉也得到一个 因为是比赛 朱立安并没有答应 可经不住顺才的软磨硬泡 最后朱立安只能故意倒下 让顺才赢得这次比赛 朱立安本想站起来 可顺才却一把将她推倒 祖孙雅还把人家踩在脚下 准备拍照留念 记得 70岁的老大爷为了庆祝跟女友相恋100天 吩咐女婿给她举办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 可没想到 很快银行就打来电话通知 她银行卡约有不足 而且上个月还被透支了3000万 开始顺才还以为是银行搞错了 于是便叫来女婿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愚蠢的女婿才想起来 是因为上个月举办的那场活动 当时顺才还嘱咐女婿千万不要心疼钱 可她万万没想到 一场活动女婿竟然花掉了她3000万 最近公司不景气 顺才只能在家人身上打起了主意 回到家顺才就召开紧急家庭会议 说最近公司资金紧张 这几个月必须要节约家里的开销 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能是之前的一半 贤庆觉得突然勒紧大家的裤腰带 大家不能适应不说 也根本节省不了几个钱 家里电视电脑没人看就整天那么开着 电灯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关 一整个月下来就需要支出很大一笔生活费 此刻最害怕的应该是士金和他的妹妹 他们生怕爷爷为了节省开销把他辞掉 爷爷并不是不尽人情的那种人 不过他让士金看好家里的开销 并且要根据情况看看能省下多少 才决定下个月给士金开多少工资 为了报答爷爷的恩情 士金就算白干活也要帮爷爷度过难关 就这样家里的一日三餐再也见不到半点肉丁 士金还让俊赫同学回家去打印资料 孩子每天上学也不能开车节送 西装也要换成工作服 这样就可以节约很多干洗费 每周海力带同学到家里玩 都要请客给他们点披萨 可这次士金却立刻抢走了海力的手机 然后把披萨换成了泡菜饼 而且家里每个月订的水果 士金也要退掉 然后把剩下的烂苹果全部消好吃掉 为了节约马桶里的水 士金还在水箱里放一块砖头 虽然节约的不是太多 但一个月下来也能省下几百块钱 每天士金都会给爷爷汇报家里如何节省开销 这么精打细算 爷爷表面很开心 实际心里却很不失滋味 晚上顺才来到子余家吃饭 电视里突然播放一档购物节目 里面的水雕容大衣 促销还不到一百万 见女朋友喜欢顺才毫不犹豫地 给电视台打电话订了一件最贵的 子余拦着顺才 不想让她给自己买这么贵的衣服 可顺才却说 只要子余喜欢这点小钱又算什么 晚上顺才给孩子们买上伙食 买来了南瓜饼 要是放在平时 孩子们看都不会看上眼 现在就像蚊子见血一样 大家你争我抢生怕少吃一口 这时顺才突然收到子余发来的信息 刁蛮任性的大小姐跟同学吵架 咬伤了人家的胳膊 放学时 她警告家里的小保姆 绝对不能把今天的事告诉妈妈 可没想到下一秒 妈妈就接到了班主任打来的电话 得知女儿又在学校传货 妈妈气得把女儿狠狠教训了一顿 海莉觉得一定是心爱在背后告的状 于是便将这笔账记在了心爱的身上 实际心爱放学后并没有回家 因为朱丽安叔叔答应这个周末带心爱出去玩 可不知情的海莉并不知道 为了报仇 她开始四处寻找心爱 到处找不到心爱 海莉可真是急坏了 最后询问世今才知道 心爱得明天才能回来 没办法 海莉只能在家默默等心爱回来 因为还没出完这口饿气 海莉躺在床上连饭都不想吃 她实在搞不懂今天的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呢 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天 海莉一大早就坐在门口等着心爱 听到有人开门便立马起身冲了出去 就这样接连几次 海莉都没等到心爱 最后累得只能回到房间里休息 可因为昨晚没睡好 海莉竟出现了幻觉 似乎在哪都能看到心爱的身影 等到中午 海莉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生气的询问世今 心爱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得知心爱要下午回来 海莉气得当场摔了筷子 没出这口恶气 海莉不但没写检讨书 就连家庭作业都一笔没动 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 海莉总算是看到了心爱的身影 乡下小保姆刚到城里上学就考了第一名 而主人家的刁蛮公主却考了个倒数第一 还谎称是课堂小考根本不重要 当妈妈翻出卷子 海莉又赶紧解释是因为这次考试的题太难了 摊上这么不省心的孩子 母亲可真是愁坏了 之前没有心爱对比 贤庆还没太在意 可一个山里的孩子 才拿比几个月就能考那么高的分数 贤庆实在是觉得有点丢脸 反过来宝石却认为 小学一年级有什么可着急的 再说她最反感气自 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相比 这天班级交手抄报 海莉花了两个晚上才画好一幅画 还说老师要把这幅画挂在班级后面的板报上 妈妈还以为是因为女儿画得好 可看到心爱的话 贤庆赶紧把女儿的话藏了起来 第二天海莉说 今天在学校跑步跑了17秒 还得到了老师的印章 所以晚上海莉想让妈妈奖励她吃排骨 妈妈听到这个成绩可比之前进步了不少 还高兴地以为女儿跑得快绝对是遗传自己 可转身询问心爱的时候 心爱却说自己用了9秒 作为体育老师的贤庆知道 9秒可是男孩子的成绩 女儿样样不如人家 贤庆这回更郁闷了 别的她都能容忍 可跑步怎么能被人家落下 老师觉得心爱一直生活在山里 每天上山下山体力好是很正常的 贤庆不服气 觉得自己是搞体育的 跑步就像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输 就这样贤庆每天5点就叫女儿起床晨练 和海莉从小好吃懒做 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 而且这次跑步跑了17秒 她已经很满足了 还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一口气冲回了家里 上学的路上 心爱因为值得要迟到不小心撞到了海莉 海莉觉得自己吃了亏 说什么都要教训一下心爱 可心爱着急只说了句抱歉就转头跑了 就这样海莉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刚跑几步就跑不动了 为了超过心爱 海莉下定决心一定要跟妈妈好好锻炼 隔天还不等妈妈叫她 海莉就穿好衣服 不管付出多少辛苦 海莉一定要追上心爱 就这样海莉每天都接受魔骨般的训练 这天海莉发现心爱偷吃了自己的蛋糕 自己还没舍得吃 最后却被心爱吃了 海莉气得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这个嘴馋的家伙 见两个孩子跑出去 妈妈不断地给女儿加油 这次海莉并没被心爱落下太远 而且一直坚持追在后面 就这样两个孩子绕着想去跑了一圈 最后海莉总算是抓住了心爱 嘴馋的心爱偷吃了海莉的排骨 看到桌子上只剩下一盘骨头 这下可把海莉气坏了 海莉不懂礼貌 一直让父母很头疼 这天家里来了客人 刚放学的心爱很礼貌地跟对方打了招呼 客人还以为心爱是贤庆的女儿 贤庆赶紧解释 她是自家保姆的妹妹 因为家里出了状况 所以跟他们一直住在一起 很快小公主海莉也推开了门 刚进门 海莉就嚷嚷着肚子饿 想要吃排骨 妈妈叫海莉过来跟客人打招呼 海莉就像没听见一样 被教训的海莉满脸委屈 还跑来跟爸爸告状 她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 可海莉爱说脏话的毛病 确实让家人很头疼 爸爸答应海莉 只要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 就奖励她最新款的芭比娃娃 海莉开心地立刻止住了眼泪 就这样父女俩达成一致 为了得到那个娃娃 海莉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掉说脏话的毛病 这天海莉看到心爱 没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打开电视 刚要张嘴说脏话 就想起之前跟爸爸的保证 可大坏蛋这句话 这些年一直被海莉挂在嘴边 突然说要改掉 简直是太难了 下午海莉看电视时 突然接到朱立安的电话 因为不能叫大坏蛋 海莉只能叫心爱的名字 而第一次被海莉叫名字 心爱别提有多开心 反过来海莉却郁闷得快要死掉了 弄得海莉整天精神恍惚 看到路上的行人都觉得 他们头上写着大坏蛋三个字 回到家 海莉躺在房间什么都吃不下去 可想到即将到手的娃娃 说什么都要忍下去 好不容易盼到爸爸 要给她买娃娃的日子 海莉突然闻到厨房里 传出排骨的味道 可恨的是 心爱吃了所有排骨 一块都没给她留 这下海莉实在是忍不了了 爷爷托人买回几只农村土鸡 准备给家人赶上伙食 这下可把一家人高兴坏了 女婿说正好最近身体虚弱 可以喝点鸡汤补补 小孙女开心的手舞足蹈 说鸡腿必须都归自己 爷爷嘱咐世金 下午把鸡好好处理一下 紧接着宝石又告诉世金 多买点人参放在鸡汤里一起熬 可老丈人最讨厌人参 还说自己喜欢在鸡汤里放些板栗 直到晚上这几只公鸡才被送来 世金这才知道公鸡竟然都是活的 而且这几只鸡看起来特别的凶 世金吓得赶紧回来告诉爷爷 于是爷爷决定明天拿到屠宰场去处理一下 可眼下抓鸡却成了最大的问题 顺才本来想让女婿去把鸡抓住 结果女婿刚要出门 女儿就被公鸡咬了 海莉被公鸡欺负成这样 保时别体有多心疼 她决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几只鸡 来给女儿报仇 顺才还嘱咐女婿 一定要把她们的脖子扭断 结果刚到院子里 保时就被其中最凶猛的一只公鸡扑倒 没过三分钟 保时就被吓得跑了回来 顺才教训女婿真是没用 这么大的人连一只鸡都抓不住 保时建议不如让世金去抓 世金一直在乡下生活 抓鸡一定会比咱们有方法 就这样胆小的世金 只能全副武装准备出去试试 结果刚要出去 却被刚放学的俊贺碰到 得知让一个小姑娘去抓鸡 俊贺觉得爷爷和爸爸有点太过分了 接着便放下书包准备出去抓鸡 可谁又能想到 这群可恶的家伙专门攻击人 两个人还不等动手 世金的脖子就被咬出了血 俊贺赶紧把世金扶到屋里 正要去找那些鸡报仇 可转身脚脖子却扭了 看来想把他们吃到嘴还真不容易 海莉觉得只有凶猛的妈妈 才能把那些鸡抓住 就这样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贤庆身上 可贤庆推开门 还以为鸡已经断好了 贤庆练了一身武艺 对付这几只鸡还不轻松 没想到刚抬起脚也被扭伤了 甚至比俊贺还要严重 一家人全军覆没 顺财可真是愁坏了 没办法大家只能坐在一起商量一下 该怎么对付这些鸡 在这个家住了几十年 绝对不能被几只公鸡霸占 顺财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家的主人到底是谁 接下来在爷爷的带领下 大家决定一起出去抓鸡 经过四个小时的斗争 一家人总算成功战胜了攻击 大家一边腿的鸡腿 一边庆祝重新夺回他们的家园 女儿第一次给老父亲买裤子 没想到裤子又瘦又小 父亲的半个肚子都漏在了外面 老父亲实在不明白 这丫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 怎么连父亲穿多大马的衣服都不知道呢 其实父亲生气的并不是裤子大小 而是女儿对自己的目不关心 这时正好孙子过来拿充电器 正在气头上的顺财又顺便问了孙子一句 知不知道自己多大年龄 孙子挠了脑脑袋小生说好像是六十多岁 顺财气得刚要破口大骂 老媒女婿又推开了门 顺财气得立刻叫来一家人 召开紧急会议 他觉得孩子们对自己这个长辈的了解 还不如狗屎 女儿好不容易给他买了条裤子 结果竟买了个跟他自己一样的尺码 更离谱的是 女婿和孙子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 现在顺财要对所有人做一次调查 就是对自己的了解进行一次严格的考试 不及格的人要会对他进行相应的惩罚 第一名还要给他奖励 还提示孩子们好好看一下关于他自传的那本书 为了拿到老丈人的奖励 女婿这次必须要下点功夫 只要小舅子不参加考试自己就能稳拿第一 等小舅子下班后 宝石赶紧询问他有没有参加这次李顺财调查考试 小舅子表示自己没有时间 千万不要把自己算在里面 这下宝石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无论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进行学习 这边世金也找来爷爷的自传决定好好学习一下 世金觉得要是得了第一也算是对爷爷的一种尊重 就这样家里最用功的除了宝石就是世金 晚上学习加上白天的工作 身体虚弱的世金类的直流鼻血 很快第一轮调查考试就正式开始了 很快贤庆和海力就答完了这张卷 现在只剩下最认真的世金和宝石 考试结束后 两个人还因为一道题开始争论起来 宝石选的是李顺财喜欢吃软一点的米饭 可是世金却认为应该是硬点的 宝石不服气 自己在这个家已经生活十几年 难道岳父喜欢吃什么自己会不知道吗 隔天顺财向大家宣布考试的结果 学渣海力再次考了个倒数第一 其次就是贤庆考了50分 女儿考出这个成绩可真让老父亲伤透了心 最后得第一名的就是世金 宝石答错了一道题心里非常失望 世金才工作三个月就对自己这么了解 顺财便给他50万的奖金 估计现在最难过的人就是宝石 可第二轮考试时小舅子也参加了 为了得到那笔钱 宝石偷偷抄袭小舅子的答案 倒霉的是 不但被老丈人发现还现场没收了他的试卷 然而从这次以后 顺财就再也没弄过这种调查 女人买回一条安康鱼 准备给家人补充营养 可小保姆从没见过这么恶心的鱼 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贤庆决定自己亲自下厨 让保姆给他打下手 世金还以为大婶学习过料理 实际贤庆也是第一次做安康鱼 还特意在网上学习一下制作过程 很快一大盘美味的安康鱼就端到了餐桌上 顺材刚加起一块就被辣得吐了出来 接着保姆也加起一块放进嘴里 贤庆每一步都是按照教程做的 他觉得不可能那么辣 接着也加起一块放进嘴里 没想到家里最能吃辣的贤庆 这回也被辣到要喷火 好好一条鱼只能全部倒掉 饭后贤庆还好奇是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都是按照菜谱做的 怎么可能失败呢 贤庆一直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不过弟弟却直接给姐姐拆台 说他除了跆拳道就没有一样型的 记得20年前 母亲要带贤庆出席一次很重要的活动 母亲本想让女儿去美容院 找个好一点的化妆师 可贤庆觉得化妆没什么难的 接着就回到房间一边看教学视频 一边动起了手 没想到刚推开门就把母亲吓了一跳 保姆看到更是吓得像看到鬼一样 当时弟弟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等照片拿出来 保姆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保姆突然想起 他们第一次亲嘴的时候 当时两个人在公园里约会 他们发现身边很多情侣都在角落里接吻 气氛轰托到这儿 热恋中的两个人也情不自禁地看向对方 实际贤庆出门前 就已经在书上学习了接吻方式 第一步就是先闭上眼睛接着再张他嘴巴 随后再伸出舌头 最后舌头还要来回转动 而这一系列动作直接把男友弄懵了 如此荒唐的事 估计也就贤庆能干出来 这天保姆带着贤庆出来跟朋友聚餐 朋友的老婆都很会撒娇 还当着他们的面给老公剥虾 其实保姆心里也很喜欢 气温柔又会撒娇的女人 结果直性子的贤庆根本没给他面子 这件事让保姆觉得在朋友面前丢尽了脸 回到家还跟老婆狠狠吵了一架 贤庆这才知道原来老公一直喜欢爱撒娇的女人 当晚贤庆就按照网上的教程 决定让老公看看自己温柔的一面 贤庆先是把老公推倒在床上 然后拿出一枝玫瑰叼在嘴里 最后又跳了一枝最可爱的可不如 结果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直接把宝石恶心吐了 再次复杂庆